举之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扫盲一些基本常识啊 就关于私募的 那跟私募有关的房地产 我们可能经常听到的三个词 一个是sindication 第二个是私募 第三个是众筹 那我这一期就这三点 我给大家扫盲一下 就我的理解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什么是sindication 什么是私募 什么是众筹 有人可能就很奇怪了 说你为什么要讲这个呀 不是房地产吗 我为什么要去搞私募 我为什么要听众筹啊 就是搞房地产 我们知道你做好房地产 你要成功 或者你要买很多东西 你一定需要两个因素 一个是你要有钱 一个是你要有人 但是有的人呢 他就有人 我可知道了 我知道怎么建房 我知道怎么flip 我知道怎么到哪去找房源 但是他没有钱 还有的工资特别高 个人税特别高 税率特别高 成天就在那忧愁想 我的钱我得放在哪呢 我又想避税 我又想钱生钱 我也想有点被动收入 所以有钱的人可能也很愁 有人有一身力气的人也很愁 但是搞房地产就说 只要你有钱 只要你有懂的人 这件事就成了呀 所以呢 sindication 私募和众筹 就是把这种有钱的人和有人的人 有能力的人给你联系到一起 我是做房地产的 所以我讲这三个都是在讲在房地产上的应用啊 第一我想讲sindication sindication呢 基本上是属于私募的众筹的这个小二科阶段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人是存储力的 真缺钱的 缺钱做不起大事 但是能做大事的人 做sindication的人 他们多半都是专攻一项 可能是做成片成片的那种住宅的flip 可能做公寓 可能做办公室 可能做retail 他们特别擅长 但是呢 他们自己把自己的钱全都买了 全都用上了 全都持有房产之后 他钱没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去找这些周围认识的朋友 朋友介绍朋友 因为就说你投我钱吧 你投我钱 我们一块去买项目 可以用你的名字买 公司是你的股份 但是我们有个协议控制 我做sindicator 我是gp 我是general partner 那你是lp 你是limited partner 我负责去找项目 我负责去修 我负责去管 我负责财务 所有的事情 除力的事情 操心的事情 全我除 你就除钱就行 你不用操心 你做我的lp 有的人就开玩笑说 gp就是公婆 那我自己 我就脑海中会出现那种画面 这种公婆嘛 就是一定是有话语权的 一定是有权威的 但是人老猪黄 姿色不多了 但这个lp呢 就是投资的人 投资的人呢 这rp呢 有点像那个老婆的简称 那这老婆不是公婆 还没混到公婆那阶段 基本上是有点姿色的 所以老婆呢 可以不干活的 但是可能没有话语权 因为上面有公婆 但是呢 他可以不干活 为什么 因为他有姿色 他的姿色越美 他的这种容貌越美 他可以不干活的 这个可能性就越大 像要是人取了饭病 没回家 你肯定不敢叫他做饭 那你娶了我回家 肯定不光要我做饭 还要叫我带小孩 还要叫我去地里干活 因为我的资本没有那么多 所以呢 这rp呢 你的资本越多 对你的日子就越舒服 那这公婆呢 你的权力越大 你的能耐越大 你的日子就舒服 那这个公婆 公婆GP LP凑在一起 这个美好的事情就发生了 公婆负责所有的事情 没有公婆 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 你说为什么会买那个楼啊 你如果只有钱 这件事怎么也不会发生 是因为公婆 他去吭哧吭哧的去到处看 他会订这个楼 他会做禁止调查 他会去贷款 他会找你 找你你不投 他又去找你隔 反反复复的跟你们说 终于你同意了 拿出两块钱给他 这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公婆去做的 那最后的话 有一天 如果是这个贷款出问题了 银行可能会追踪他 如果这个 如果他买的是 这种普通的商业贷款 上面有个人担保 这个他的名字 又在个人担保的名单上 如果这个项目出问题了 你会找他 那个银行也会找他 如果是这种商业贷款的话 他如果是个人担保 不是这个楼 Fall Closure 拍个银行就完事了 银行有权一直追他 如果是他在贷款条款上 他是个人担保的话 那如果是LP 你就是投钱的呢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你的责任 你的义务就到除钱 购户除钱 钱交了就到这一步为止 那可能很坏的情况下 突然他说 哦 这购物中心 疫情来了 现在开始晃了 好多访客走了 我们现在要把楼 整个装修一边 弄得好看一点 吸引访客 现在我们要Capital Call 大家要按照股份 往前再补一些钱 这种情况会发生 但是像在我们中国人 做这个Sindicator 这种事情 一般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你一发生这件事情 这个LP会恐慌 这一般不会了 就是你就是这一步 在过户的时候 需要你交多少钱 你按照多少钱 去占这个公司的股份 这股份是怎么算的呢 打个比方是 一个50家的公寓 我们大概花了是100万去买 贷款是70万 投资的钱需要30万 你可能说我拿过来 还要装修啊 还要一点预留啊 我可能需要50万 总共投资金额是50万 你投了5万 你就占10%的股份 你投50万 你就占100%的股份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是我做Sindication 一般是这样 但是有的Sindicator 它可能有另外的计算方式 那对于我来说 我是愿意把这个股份 给投钱的人 这样万一有个风吹草动 投资人知道 我到哪去能把我的钱 给追回来 相对来说 我跟投资人解释 这个事情 这个故事 我也好讲一点 这是股份 看我视频的 应该大量的是 有潜力成为RP的 有一小丑人 可能是想成为GP的 但我主要是针对RP说 那RP就说 我钱放在这了 这个公司股份也是我了 楼也买了 那我有什么权利呢 你一定有的权利 就是分红权 你有按照当初 你跟Sindicator签的合作协议 按照上面的说明来分红的权利 那你说我还要话语权呢 我还要知情权呢 我还要管理权呢 我还要探视权呢 你能想出100种权利 但是这些你要去跟你的GP谈 你GP可能给你 可能不给你 就比方说我们公司在 2014年 我融第一个项目 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是应该是Sindicator 那那投资人过来给我1万块 他说局势 咱俩得谈一下 我过去谈了 一谈两个小时 然后一条一条 他有很多要求 我得记下来 然后我得同意的 我是第一个项目 我也不懂啊 我自己对自己也没有信息 我要不同意 他就不给我钱 他不给我钱 我就买不成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我没钱 我想买这个楼 所以他有什么要求 我都会同意 所以在开始 最开始我们做的那些项目 投资人都有权利的 比方说51%的股东 做重大决定 是要听51%的股东的 但是后来我们把这个去掉了 一个是因为我的LP太多太多了 我不缺钱 那还有一个 有一天我给我LP去说 我说你是愿意把整个这个楼 你的投资 你是想把这个决策权 你是交给 你很相信 你很懂得我去做决策呢 还是你想交给一个 可能在中国大陆 可能是在加拿大一个富户 根本就不懂亚特兰大的市场 然后根本也不太关心 你的钱怎么样的 那样一个大户呢 因为很可能在这个项目里头 你现在就给我1万块钱 你在这个100%的股份里头 你就在2% 就是一个小股份 然后你希望那个51%的大股东 能代替你说话 能够很好的表达你利益 比我更能表达你这个利益 这是不可能的嘛 因为谁最知道这个项目 谁最关心你的钱 谁想着不能亏了你的钱 除了你就是我了嘛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大股东决策钱 我们给拿掉了 但这些你就说 那我的那个Sindicator 怎么不给我这个权利啊 如果你在这个项目 你是大股东 你说我股份都到20%了 我随便再一喊 马上就到51%了 那你去要那些权利 因为你知道你能控制得住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项目里 你的股份就是2% 就是5% 你知道你如果要了这个权利 很可能对你不利 因为最后控制这个项目的命运是谁呀 可能是一群不懂这个项目的人 不知道运作这个项目的人 所以这是LP和GP 就是GP可能有无限的风险 因为它有可能它的名字 是在这个贷款担保上 然后它要负责所有的事情 它要管所有的事情 那LP就是除钱 那你的最大损失是什么呢 你说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我至少知道 这件事的底在哪呢 你最大的损失就是 你投的本金100%都亏了 接下来就是私募公司 这个私募跟Sindicator 有什么差别呢 私募就是它手里 有很多的投资人的资源 它能控制很多的资金 那这个私募公司 它可以继续做Sindicator做的事情 但是它可能投资的领域就更广了 就是我不只是做住宅 我不只是做公寓 我可能也做养老 我也可能是做这个商业 它的范围可能就很广 它不是专注在一个领域 这是私募 还有个呢 私募它可能会带着你的钱 跟其他的Sindicator去跟你谈 有的时候那Sindicator说 哦我有好项目了 然后你看哇真好 我也想投 结果那个Sindicator跟你说 我们这个起投是100万 因为我没有时间精力 去跟这些投资人打交道 我就需要有三个投资人 结果你发现我只有5万 我没有100万 那你就可以参加私募公司 私募会凑齐100万 然后去跟Sindicator去谈 或者有可能这个私募公司 就把Sindicator需要的300万 都给筹到了 它代表你去跟Sindicator去谈条件 那最后你会发现 你如果能直接投那Sindicator 你可能赚的会更多一点 你通过私募公司 你可能会赚的少一点 有可能啊 但是这个私募公司 它可能会确保 它帮你谈判 因为它资金量大嘛 它有这个话语权 它可能会帮你谈一个更好的 对你更有利的利润分配方案 那有可能呢 你最终通过私募公司 去参加其他的Sindicator的项目 你可能收益也不少 因为私募公司会帮你谈到 对你更好的一个利润分配方案 都有可能啊 但很可能就是 你通过私募去参加其他的Sindicator 那个私募公司要中间截留一段的 它有可能是从Sindicator呢 给私募公司它的费用 或者它的好处 或者有可能私募公司 会从你这要扣一些 就有可能你的收益会少一些 但是有的时候你又说 我不通过这私募公司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Sindicator 或者我不通过这私募公司 我根本就没办法投那个Sindicator 那没办法 你只能通过这个私募公司去投 私募公司就是private equity 那private equity 像我最开始也说了 它也可能会做自己的项目 它也养了五六十个人 也做开发 也做return 所以你也可以投它自己的项目 那如果你说我投Sindicator的项目 或者我投这种private equity 这种公司的项目 有什么差别呢 实际上它俩是一模一样的 没什么差别 你怎么叫都行 你把它叫众筹 你把它叫私募 你把它叫什么 怎么叫都行 只不过是 Sindicator应该是那种小型的 初期的private equity private equity是稍微发展起来了 更偏向金融这个层面的 这个Sindicator 除了Sindication 除了private equity 还有一个叫crawfunding 就是众筹 那众筹是什么呢 众筹基本上就是这样 张三有个好项目 张三没有钱过来跟我说 然后我是做众筹的 我个人一做了禁止调查 哎 张三的项目听起来还不错 然后我就去跟李世说 我说李世看有这样一个项目 你要不要投 大概的条件是什么 你的大概的收益 你的风险是什么 然后李世说好 我投 然后项目是谁的 项目是张三的 钱是谁的 钱是李世的 但这件事他们两个怎么凑一起了 是因为我 我是做众筹的那个人 然后这样张三李世就把事情做成了 那我在这忙什么呢 就是这跟我没关系 我忙什么呢 因为这事一成了之后 我就会挣个费 所以这是众筹 但是可能啊 有的众筹公司 他也自己拿了钱 他自己有自己的 银号是他成立公司 他去做项目也有可能 可能信体可以生起头 一般希望是五万左右 如果是私募的话 他们可能就希望起头是二十万左右 那如果是这种 crowdfunding的话 他们起头有可能是三千块 因为crowdfunding这种众筹 它更强调是一个量 强调这个服务 因为你来投的钱多 你来投的人多 我在给你服务的过程中 我挣的这个费用就多 这是crowdfunding 从这个监管方面来说 这个sindicator和private equity 差不多 crowdfunding的监管会很严 但是它最开始主要是审批严 sindication和private equity 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他们走的监管流程会相对简单很多 你的投资人最好都是accredited investor 是合格的投资人 第二个就是你不能公开募集 那现在private equity在SEC 我下一集会讲 现在政策有一点改变 他说如果你能确保你的投资人 都是accredited investor的情况 前提条件下 你可以公开融资 这个现在有个新的规定 但是crowdfunding呢 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公司做crowdfunding 你能拿到这个众筹的这个资质的话 你可能得交一人高的申请资料 会走一个很严格的审批程序 crowdfunding公司 它在拿到资质后 它既可以在指定的互联网平台上打广告 也可以在广告内容合理合法的前提下 在其他的地方在公众场场所打广告 你可以公开融资 所以这个众筹 你就可以合理合法的大大方的大张旗鼓的 去跟别人要钱去介绍项目了 这crowdfunding 就我自己理解的对这三个 sindication 私募 private equity 和这种众筹 crowdfunding 我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有用 投资的事情讲完了 现在我给你快乐啊 我这次讲的故事就是 我最开始到美国来 去学车 学车没有人又没钱 那能教我的就是小奖了 在我们住的公寓的后边呢 有个那个购物中心 那购物中心呢 星期天人特别少 星期天下午 所以每次呢 我们就星期天下午晚一点的时候 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练车 我差不多都学会了 我自己差不多能开了 有一次我学完了 我们准备回家 所以我们要换位置 然后我就把那个brake 刹车搅给那个踩 踩下去了 但是我那个parking没有放 还放在地档 往前走的那档 然后我动作特别快嘛 我收就开门 我就要出去 我一开门 我低头一看 然后我就说 地震了地震了 这个地再往后走 小奖一停特生气 他一下就把刹车的那个手 手闸就从地一下子 给推到屁 我说地震了 然后他就在那喊 你想害死我呀 然后我才意识到 我那个车没放在 那个停车位那块 今天我就讲到这 就是房地产讲到这 故事讲到这 那如果你感兴趣 后边的事情你继续听 那后边有更好的事情发生 好 今天就到这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